2020年11月5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天使在你的能量场中投入了什么?传导丹尼尔·斯克兰顿,一辙马克兔文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我们对你们印象深刻,对你们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年份中应对自己问题的方式印象深刻。 我们向你们保证,你们会得到宇宙的回报,你们会得到高我的回报,你们会得到你们自己的回报,因为你们在不断寻找释放负面能量,阻碍和救信仰的方法,使自己成为理想的能量容器。 这些能量此时此刻正不断进入,把你们托举在爱与光中。 你们正在为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做准备,在这个未来中,你们个人和集体的意识进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。 当你们面对世界上和生活中的严酷形势继续艰难前见时,也是在向无数可能性敞开自己。 我们想让你知道,我们感受到了天使的能量,特别是大天使,此时此刻正在与你在一起,正在为你工作。 我们看到天使们是怎样强化他们的游戏,他们将同情心倾泻到你们身上,同时在你的能量场中投入更高震动的能量来给予你额外的提升,使你能够到达今年冬至和年底。 当然,你一直受到支持,但有时候你需要更具体的帮助,针对特定目的的能量,此时此刻的能量就是这其中的一种。 因为各行各业的许多人都与天使有关系,所以在你收到来自上面的爱心包裹时,会比平时收到更多。 我们知道你们会继续敞开心扉,接受即将到来的爱与光明,因为在很多情况下,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,而且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明了。 当坐下来放松,允许所召唤的事物进来的时候,它是多么的有效。 现在是放慢你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时候了,调整你们的情绪,你们的振动,让自己得到那些存有们的帮助,他们天生就是做这个的。 在这段时间里,你们打动了很多高维度的存有,但我们希望你们能为自己感到骄傲。 我们希望你们能承认自己做得很好,因为今年不仅仅只有挑战,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,人类会继续前进并相应感召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